首先准备一根可爱的白萝卜 洗净去皮擦成细丝 然后加一勺盐 抓均匀 腌10分钟 刷下水分 刷下水分的萝卜丝 我们要尽可能的攥干水分 攥得越干越好 放入盆中 抖散 先加一点小墨香油 搅拌均匀 这样可以防止成团 再加一些干面粉 搅拌均匀 让每根萝卜丝上都均匀的裹上面粉 煎至10分钟 再加一点干面粉 再次搅拌均匀 因为萝卜丝水分很大 所以说需要两次加面粉 平铺在壁子上 开水上锅 大火蒸8分钟 蒸好后取出 趁热抖散 加点蒜末 生抽 橙醋 香油 辣椒红油 搅拌均匀 即可食用 蘸做的萝卜丝 口感筋道 Q弹 特别好吃 过年招待客人很不错 平铺 小孩 小孩 谢谢大家